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Vespa大多数是用来城市通行 但是全新的HP发向机再加上一体的钢制车身 赋予了它其他踏板车根本不能够到的动态表现 甚至是挡车在起步那几秒也很难追上它 刚才来了路上啊 我试了一下这台车 确实发向机动力非常的贼 很重 比老款快很多 但是快多少呢 咱们就来对比一下 准备好了吗 来 我手321啊 321好 这新发动机啊 是真快啊 刚才自己骑没什么感觉 这么一对比 我刚才看好像得拉了四五个车身 确实不错啊 这新的HP发向机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追求这个动力的话 买新款啊 真的没错 马力比老款强了几比 扭矩呢 也高了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最大动力的一个输出的算数 会比之前来的老款来的更早一些 确实没得挑啊 动力真的我觉得是红绿灯 提步第一名 蓝色这台呢 是16年意大利产的300 黑色这台呢 则是2020年全新的月产300 两台车啊 相差了四年 但是整体的设计风格呢 依旧是VSPA复古的造型 前方单摇臂标志性啊 这个新车啊 用了一个全新的小领带 这个造型呢 我觉得要比老款的看起来更加的前卫时尚 其实整体的外观样式呢 并没有太大的改动啊 不过啊 新款呢 用到了LED的光源 照明效果呢 要比老款的卤素啊 更加好一些 整体呢 就是这些 我们再去看看配置上 有没有什么改动 这台车的仪表 和我四年前的仪表啊 一模一样 不过呢 比这台车贵三千多 五万四千八的那款呢 是用到了一个全新的 电子仪表 显得更有科技感一些 不过啊 VSPA还是得用这种 复古的指定仪表 在右边呢 还多了一个试阔灯 近光灯的一个开启 它这个老款车型呢 则是这个 长辆的一个状态 下方呢 依旧是那个 非常熟悉的储物空间 放手机 放钥匙 零七八岁的东西 都能放下 还有一个原产的USB接口 非常的方便啊 手机扔在里边充电 整体来讲呢 这台三百 依旧是这台 性能出色 储物空间 非常nice的 小踏板 这台一产的三百啊 当年落机价 得八万了 确实有点小贵 不过月产之后 落机价六万块钱左右 大部分人啊 都可以接受了 这个价位呢 你还能够买到 非常不错的 日系的大踏板 它的高速巡航的稳定性 要比三百更好 外观呢 也会比三百 看起来更加的 大气一些 那为什么买VSPA呢 其实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 买这台车的 品牌附加值了 那它呢 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台踏板摩托车 在罗马假日里 男主角也是骑着它 去邂逅了 澳大利赫本 这也直击了 很多文艺青年的痛点啊 其实抛开这些都不谈 从踏板车的角度上 来看VSPA 无论是150还是300 它的通勤能力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的动力呢 也是同级别数一数二的 那之后 其实我觉得就是外观了 这种大面积的 一体式的钢制车身 也像这台车的喷漆的位置 也会比普通的踏板车 更加的多 也会显得更加的好看啊 更加的尊贵一些 所以呢 我觉得VSPA 在我这个使用者的角度上来看呢 确实非常的不错 所以你说VSPA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还要你说了算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